今天全台各地幾乎都會是好天氣 但是因為持續受到東南風的影響 陰封面的地區就要特別注意了 降水區域都是集中在陰封面 尤其是花東的地區 而山區也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 也有可能會有熱對流的發展 雨勢也可能往平地來擴散 如果從各地氣溫來看的話 又更明顯了 首先氣溫的部分 北中南會比昨天再高個一到兩度 而南部的部分最高溫可以看到 甚至是可以到34度的 要注意早晚的溫差 降雨機率是比較低的 是屬於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特別注意是要東半部的部分 因為陰封面的影響 降雨機率是大大的提升了 尤其是花蓮台東這部分是首當其衝 降雨機率比其他地方還要高非常多 來到60% 另外外島部分除了澎湖 金門 馬祖 預計會有短暫震雨發生 整體來說台灣都是相對穩定的天氣 雖然說天氣好 但如果要出門走走 真的要注意防曬了 但您看到紫外線指數 一般來說正常的話 都是綠色或是黃色的指標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全台各地 全部都亮起了警示燈 橘色的部分就是顯示高亮級 而紅色的部分是過亮級又更嚴重了 只要被太陽曬到20分鐘 皮膚就會曬傷 尤其是早上10點到下午2點的這個時段 所以外出的時候不管是要戴帽子 陽傘或是太陽眼鏡 防曬工具必須要先準備好 而這樣的好天氣不會持續太久 過了今天新的封面就會到來了 但您看到趨勢圖 27號大慶的穩定 就會開始轉為不穩定 全台降雨機率都會上升 開始會有不斷的降雨 不過週一還不至於太明顯 不至於整天下雨 還是會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的 要一直到28號封面的封面 那個美雨封面就會籠罩全台 而目前觀測這道封面結構 是相當的紮實 到了禮拜二就是影響最明顯 最劇烈的時候 不只是有雨呢 將來有可能會出現強風以及雷擊 到了29號封面逐漸通過之後 降雨的範圍就會相當的縮小 轉為相對穩定的天氣形態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這幾天的天氣其實包括這幾天變化都是相當大的 不光是防曬的用品 雨具都要隨時來備好 以上最新氣象資訊提供給您